歡迎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今天是豬肉祭生存的第六集 這一集呢 就要來介紹一下終極的森林怎麼打了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邊打邊講 好我看一下喔 等一下那個AI玩家被洗掉 OK 然後那隻恐龍應該會追過來 對 追恐龍會追過來 然後AI玩家就被洗掉了 稍微有點點小lag 好吧 看一下我補血 好 這一場我不知道能不能透到箱子啊 因為惡臭值有點超乎我想像的 來得太快了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惡臭值 你建議 要小心毒翼龍 然後再出門前先洗個澡 還是會好 剛剛其實蠻衰的耶 一進場太多隻毒翼龍 圍上來了 這東西有拿工嗎 沒有拿到 像繩子我不拿 其他東西 還不能製作了 你就可以先拿 然後我剛剛講到說補品嘛 我現在應該就可以做補品了 繃帶 好繃帶呢 就可以做一個繃帶 這樣還可以撐一下子 有三個繃帶可以吃 好先砍這個樹吧 其實如果你剛開始玩這款遊戲 我今天先採集的東西是 樹木竹子 石頭 葉子 然後鳳梨 的種子 其他東西都先不要拿 因為有些東西呢 如果你包夠你就拿 包不夠空間的話 你就先不要拿 把空間拿來製作一些 你基本上要先製作的東西 就是等級前面的 藍圖裡面的等級啊 像這些工作桌的部分 箱子你都要先做 好 OK 太好了 這箱東西還不錯 有個平底鍋 像這個的話呢 我就會取舍 我會把葉子拿掉 木球也先拿葉子 然後水的話呢 我都不帶走的 零件的話呢 比石頭更吸引我 補血 有在打我了 哇哇哇哇 哇哇 阿達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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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沒攻擊他 喔他已經死掉了 好危險喔 我剛剛好像沒有按到自動 所以說我的角色沒有攻擊他 我這場出現五個AI玩家是怎樣啊 太多隻了吧 這樣真的很難玩耶 好 好我先看一下 即將GG了 所以呢 通常這個狀況呢 我就不會再繼續打下去了 因為太危險了 不過 不錯的是我採集到我要的竹子啊 我需要很多竹子跟 木頭這些東西 然後我還有兩個空間 我或許可以進去再偷偷看有沒有東西可以拿 然後因為我現在是用手機錄影 所以你們可能聽我的聲音有點怪怪的 好吧 先拿這個吧 先撐一下 因為都打到這邊了 稍微補點血 小心一點 我看能不能有機會再偷個箱子 要鬧遠一點 剛那個AI玩家我還想幹掉他 又要拿刀耶 其實我現在也有拿到手槍啊 鄰居家還可以拿到手槍 好我先往這邊走 我先回到剛剛那個屍體那邊 OK 欸這我剛剛有開過嗎 好像有 看一下有開過 我看裡面還有什麼 喔 線還不錯 OK 好先這樣吧 喔那邊有一隻 竹子我要竹子 來了 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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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人命啊 剛好沒有武器了 又拿錯東西了 砍樹好了 不能砍 因為東西滿了 我會不會想要偷看有沒有礦石 好像沒有 他這種就是 森林來講是沒有鐵礦的 因為我剛剛沒有看到鐵礦 只有石頭 所以如果要鐵礦的話呢 你就到鐵礦區再帶 在那個鐵鎬 不然我現在多帶一個鐵鎬 就多佔一個 來了來了來了 這次還好 這次我應該打死 四下 OK 這真的是一個很玩命的玩法 現在 我現在想要再砍一些樹再回家 然後如果今天不小心死掉 記得強制退出啊 還是可以用的 然後呢要非常快 要按非常快 我現在是用那個 欸我斧頭沒了欸 我現在是用 Android的系統的手機在玩 好我們現在先往上走 為什麼就有人在追我 好我現在雪已經快沒了 所以現在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處境啊 我拿一些鳳梨回去好了 因為採集這個的話 可以拿到鳳梨 這個葉子除了 葉子以外 就是會掉鳳梨的種子 好然後呢 我把這葉子先丟了 然後把這變了兩個 欸 你驗到嗎 好這樣的話呢 就會都只拿到種子 因為葉子我家其實有 然後葉子非常好取得 所以呢 看你缺什麼 你就拿什麼 我現在缺的東西 其實是食物啊 食物 樹 然後竹子 我只拿這些東西 你每次出來採集 可能就要一個墓地 看你這次墓地是什麼 要拿什麼 先訂定你的目標 然後再去執行 喔 來了 打死他 打死他嗎 有Lag 哇 好啦我這樣撐不下去了 19滴了 只要有任何東西靠近 你就要撤退了 好 好這要有竹子 這是馬沒關係 喔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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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時候就要撤退了 你就不能再跟他玩 你會死掉 OK 好好掉 好那我今天 呃 統合一下終極史丹尼的打法 首先呢 你要配備武器就是一把 呃毛 好木毛可以拿來打 血大概40滴的 呃恐龍 然後 一把強一點武器 可能要30級的 攻擊力的武器 你大概身上拿來打 玩家 跟80滴的恐龍 好大致上來講呢 毒翼龍一開始會出現 你必須先 躲過幾波 像我剛剛運氣比較差 遇到了 大概四隻毒翼龍 左右 他們一起來 所以呢很危險 欸這隻恐龍奴鐵在這裡 他幹嘛 嚇死我了 他跑過來這邊 停在這裡 好我先慢慢走回去 再來就是你要拿的東西呢 你必須先看 可以先繞一圈 繞一圈先把可以補血的東西先拿 然後先撿一些東西 然後記得先撿樹葉 這樣你就可以做繃帶 像我剛剛後來還可以撐一下 是因為我有繃帶 可以讓我撐一下子 大致上來講 就這樣子的話 你就可以過關了 好 終極史丹呢 他可以拿到的東西 是比較多的竹子啊 你看我現在拿的是竹子 其實應該中間還有幾個 一個竹子啊 大概可以拿到 快要 60個 246 可能快70個竹子吧 然後木頭的話 應該可以拿滿多的 好 大致上這一集呢 就是我們終極森林的攻略啦 就推薦給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持續訂閱我 我會提供很多遊戲的情報跟攻略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붙 Dwight attach 是